9月1日,淘博与京东两位已经确认世界赛名额的队伍会争夺银龙,展开了最后的对决 最终更为稳健、失误更少的京东笑到了最后 他们将以一号种子的身份去往世界赛 而紧随气候的冒泡赛EDG和RNG也杀出重围 收下了剩下的两张门票 那么气候赛和冒泡赛我将分为上下两期 上期主聊一号种子京东和二号种子淘博在决赛上的发挥 我将以第五局的比赛复盘为例 聊聊两个的优点和遇到的问题 而下期我将重点讲述EDG和RNG在冒泡赛阶段的机场比赛 以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聊聊这两个队伍存在的问题 和他们到底倚仗什么拿到了世界赛最后的两张门票 其实淘博和京东作为打满BO10的对手基本是已经知根知底了 所以BP越到后面,京东能获得的BP优势就越小 甚至在第四局,淘博这边通过三班打野加抢剧魔的思路 已经成功的把卡纳比逼到要选潘森这种不刷主抓 跟自己优势点不契合的情况 所以第五局来到红色方的淘博也是围绕着野区进行的布局 这个版本强队持篮方的胜率非常高 甚至决赛篮方是未尝一败的 而篮方的优势就是 他们不需要承担猫咪这个必要班 而在多一个班位的情况下 只靠红色方的后手counter很难拿到上半区的主动权 所以这个版本抢更重要 谁抢掉关键的key牌英雄谁的阵容就更好 最后一把淘博红色方半猫放沙皇 然后跟第四局一样 双班两个能c的打野把卡纳比逼到跟天拼节奏这个领域 白色玉牙这个思路是没问题的 但淘博这个思路在上一局效果好的前提是他们是蓝色方 而这轮他们来到红色方后 想要继续限制卡纳比你就得付出更多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就是给京东选到了版本强势的 轮子妈露露与沙皇这样的双c 在第二手没有泽力露露 而是选择聚魔的前提下 淘博留给京东仅剩的版本选择 就是打野竹梅和赵信 但这两个英雄打聚魔完全是逆counter 因为泽力的手比较短嘛 所以补上长手大和维克多可以理解 前三手双方都算是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但第二轮才是淘博露杀招的地方 京东的阵容输出是一定不缺的 但缺节奏点和开团 尤其是数位码双c都是腿比较短的英雄 所以淘博这边是先扮凯南再扮船长 限制369的同时也按掉了京东 想通过上路补开团点的可能 其实红米是闻到味道的 他扮掉纳尔和奥恩 这两个之前淘博拿来后手对抗鳄鱼的上单 就是打算出鳄鱼 鳄鱼杀皇家轮子妈 那京东就能拿到一个三路线权的局面 而且拿了鳄鱼 京东就可以拿猪妹打野了 虽然猪妹不好打剧魔 但搭配鳄鱼 上野强度是绝对够了 这样阵容能控资源也能开团 节奏点也有 但淘博的应对是很好的 他们直接拿走了猪妹这个万金油 即便京东补鳄鱼 也没有办法补开团打野 巨魔猪妹的上野对抗并不弱 369即便想出了骨气 剑机这类单代英雄 也得自己颠量一下容错 其实BP做到这里 淘博封锁打野的思路已经效果显著了 剑魔属于比较本手的选择 很看ID 但也能理解吗 总不能为了补个开团 选个塞的让巨魔吸吧 而打野位的贝尔维斯 虽然卡纳比此前胜率不错 对位刷起来也比巨魔有用 但实际上这个阵容它无法成为节奏点 京东选完 起节奏就几乎只能依靠线权 然后转资源团了 到这里淘博在BP上已经做得很好了 自家有足够扎实的双C输出 前排也比你硬 开团也比你强 还很主动 淘博阵容唯一的缺陷 同时也是京东阵容最大的优点 可以去带 但不能带太深 毕竟他自己的逃生能力也弱 而京东的阵容 西威尔加黄姬是纠集首线怪 用其战线能力强的离谱 所以胜负手啊 一定是在野区的资源攻防上 对于防守方的京东来说 围绕线权打拉扯 打资源团是唯一出路 而淘博虽然可以不断的主动起节奏 但他们在边带端的弱点 也同样需要他们的资源团有足够的收获 所以这局真正的胜负点 是双方对于线权的争夺 和野区视野的博弈 天的压力 使巨魔这个英雄啊 必须前期起节奏 否则中后期团战 自己是很难有发挥的 那其实卡纳比也同样有压力 因为从阵容层面来讲 他不肥也是个废物 而且队友能够养他的空间很小 所以他又得刷野 在刷的同时也得做事 淘博很早的用两个眼来防守野区 就是为了保证 京东这边不会立马利用 中下线权的优势来打乱天的节奏 双方打野都刷的情况 肯定是卡纳比更开心的 巨魔和贝尔维斯都往下开眼 那下路软打印肯定是都得看一下的 区别在于 卡纳比是走纯发育的 一字长蛇速四路线 而天则是偏节奏的速三变速的路子 那这个路子是几乎没有办法防的 因为本身就是牺牲打野发育的 一种偏gank的路线 但卡纳比的反应啊 同样很迅速 在牙膏下眼确认了F6已经被刷掉后 他判断出天在下半区 所以卡纳比马上去河道补了一个眼 这样下半区的两个眼就锁死了天抓中下的可能 这波天没有扫到这个眼会让上节奏 本身就是偏抓的刷野路线 第一击不中 后续肯定是要回去刷野普发育的 但这里卡纳比的选择也很有意思 他吃完河蟹后 没有去下路吃石头人生死 而是选择吸牙膏的血生死 这里就是要吃双河蟹的意图了 但这里淘宝的下路处理的很好 他们知道自家下路没有线权 这个河蟹不好争 所以他们趁着处理完线赶紧去河道 手占卜花朵 这里就是看能不能抓到卡纳比 吃完河蟹后来蛤蟆点眼的 虽然卡纳比没有去 但下路辅助消失是给了卡纳比压力的 原本他是准备蹭完中路线去上河蟹的 结果聚魔紧随其后 本来沙皇已经能够先回家 先TP帮卡纳比抢上河蟹了 但Mark泰坦的消失太久 给了卡纳比过大的压力 所以卡纳比选择放弃 跟淘宝争这个上河蟹 但他回头进下野区 发现泰坦已经露头后 他敏锐的注意到 朱妹的状态此时也一般 自家上半区马上刷新 同时锯魔的石头是没动的 这里有红霸虎的贝尔维斯 选择回上半区的判断非常正确 无论是寻求2v2对抗 还是看线权反野 或者是保守的刷自家野区 都是不会亏的 而天的判断其实也没问题 上路是往自家塔前的曼腿线 这里他只需要抓一波给朱妹解线 当朱妹先回家TP出来把线一空 这样自家在致死刷人这段时间 就能够给369非常大的威胁 但贝尔维斯的到来 打破了涛博上野的计划 塔拉比的回马枪 让没状态没带闪现的朱妹 直接交出一血 京东这局很早的 就在第一回合的交锋占据上风 但对于京东这个阵容来说 小节奏滚不大 要起节奏必须靠资源团 他们能否控到第一个峡谷 非常关键 正常来讲 京东的下路是有先推先动的优势 无论是将涛博下路锁在下路 上半去打3v3 还是先推先动来打5v5 都应该是京东下路说了算 但涛博做了个很聪明的运营 泽利在这个版本有一个隐形优势 就是泽利的出装是先二级鞋再步神话的 搭配上一技能的翻墙 让泽利的跑图远比其他ADC要强 而杰克拉夫的六分半 下一波炮制线到达前 清完兵然后立马钻草里回城 而马克则是一副游走作演的样子 这在京东的视角里 涛博一副去河岛配合剧魔 准备控小龙视野的感觉 而杰克拉夫趁着这个时间点 快速的回城上线 而料准京东想清完炮制线再回家的心理 马克很轻松的把线一卡 杰克拉夫一个兵没亏 就完成了这波提线回家 这样下路格局就变成了泽利线6 而其他三个都是5级的情况 Hope就必须要先去下路吃一波线 Hopo下路组的处理 让京东下路的规划完全落空了 同时钟也在中路找机会 强行抢线权 这样京东虽然拿到了上路线权 但中下一定会落位更慢 而涛博这颗阵容只要抱团 那么打分散的京东肯定是好打的 这里有河道谢的京东 即便想接团但没开团 然后马克这里是个顶级盲Q 直接抓到了咪醒的紫皮大蒜 这波团战即便牙膏推的不错 但还是以涛博的大转告终 这个回合其实京东最难受的地方在于 他们本应该有的中下献权 都被涛博巧妙的化解了 而没有献权落位更晚 那么涛博这种强开手段丰富的阵容 肯定是避野乱打的 拿到峡谷后京东就没人敢压线了 要不然被抓一波就亏大发了 这样第一条龙 涛博也轻松拿下 这里京东其实没有太大的办法 这段时间是只能防守的 所以你甚至可以看到 涛博的下路反而在吃京东的塔皮了 京东要想翻身是只能等峡谷团的 对京东来讲 他们要想和涛博打正面最好的方式 一定是先推线 等涛博有人接线后 他们再更快的落位抱团 但涛博自己也明白 我这边有强开 河道京东是不敢做事业的 所以我宁可亏欠也要抓你的七寸 我不可能让贝尔维斯拿到峡谷 尤其是上路还是朱妹的情况下 第二个先锋 涛博再次趁着京东中下拿线军的档口 提前集结抓机会 很多人疑惑 为什么后不两次峡谷都落位晚了 上次没6就算了 至此还慢 其核心是因为下路是双软 在下路平线的情况下 京东是不可能走河道这里过去的 毕竟人家是泽力泰坦 两个短腿走河道被开就没了 对京东下路是一定要绕的 而这种情况下 Hope选择让Missing先去 自己把线压过去 逼Jeklav回来处理线是合理的 只是Jeklav的选择比较果断 他直接放弃了这波兵 其实只要中路不出事 Hope是肯定来得及的 他甚至把蓝眼直接给到了F6附近的坡 来保证自己后续过去的一个安全 这里蓝眼看到了泰坦 所以牙膏是选择靠上来抢这波中线 他心里也清楚 他这波抢线肯定是有危险的 大家得明白 很多时候为了团队 就是得有选手去承担一些有风险的操作 只能说天这里的柱子放得太好了 很好地抓住了牙膏 想抢线的这个心理 打断E技能配合的队友 直接击杀了沙皇 卡奈比也是晕了 他直接是进人队 一秒就抹的了 3697啊 我这里装备买了 TP交了 结果出来人没了 后面更是不理智地打出了自己的闪线和双招 京东的叙事待发 被添了这波柱子直接打炸 但为什么说这局啊 兵线和线权是核心 是京东拿下比赛的关键 上一波GKLUV放弃一波兵去参团 导致涛博的下塔血量掉得很快 所以牙膏出来很轻松的就吃掉下一血塔 也算是止损了 但京东的中一塔也没血了呀 基本毕掉 对他们后续面对涛博这种 有开团主动权的阵容 压力会很大 此刻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 就是带线 刷野发育 涛博是想抱团逼对手出来打架的 而京东则要散开带线 问题是怎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不给涛博任何机会呢 这就得说京东的纪律性和视野布置了 首先是利用牙膏推下塔的这个支点 他们用太阳圆盘加三个针眼 保证了下半区的安全 而369在中塔破后 看到涛博下野的动向就立马消失在视野里 这个动作浪费了涛博下野非常多的时间 京东满力用下路线拳率先开笼 和京东拿到线拳后的果断相比 涛博的犹豫就格外致命 在有视野的情况下 左手的维克多 开始扫描莫名其妙绕了一圈 而猪妹TP的也很慢 插下来的时候龙已经净斩杀了 结果就是京东三路没有亏任何线的情况下 拿了龙还拖遍了涛博的一个T 而代价仅仅是卡纳比的一个闪现罢了 就很怪吧 从这条龙开始 京东就一直在做冷静且正确的判断 现在京东可以不急了 这个阶段他们处于是又不肉又没有输出 得托C位发育嘛 所以就进入到了涛博猛攻的阶段 可涛博虽然能推他 但进攻的效率并不高 核心还是在于他们是没有一个人能带边线的 同时也不太会处理分推 他们脑子里只有抱团加开团这一条路 此刻压力最大的是mitting嘛 做一个软斧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稍微路点破绽就得死 而他一死京东的视野就要爆 三路都不能出他 所以他一定不能死 而他也确实没有输出任何破绽 京东秉承着我中路有轮子抹布怕推 边线我永远有人带在里面 涛博攻哪边我就四人手 这样永远保持边路有限 涛博慢慢的就开始急了 涛博的双C如果不在正面那么开了团输出也不够 而他们待在一起经济和经验又亏 所以京东这段时间就是利用四一的牵扯 让涛博无法更进一步 你抱团可以 但你也没有优势大到随便越塔强开我的程度 而我边线压力也能够让你不能一直五人抱团推 所以双方拉扯着拉扯着就出现了很神奇的一幕 那就是京东居然有先落位男爵尝试Rush的资格 要知道涛博的中一塔还在呢 阵容又是强开 你京东凭什么开男爵啊 你不怕我强开你的吗 但问题就在于兵线处理的差距上 可以看到24分钟建模带完下路线回家 这里京东开始慢慢抱团去龙坑做视野 此时涛博上中都是平线而下路是裂线 这个时候涛博虽然五个人抱在一起 但他们不可能无止境的蹲男爵 得在线进塔前就得打线手 而这个时候京东不需要分心去处理线 注意力自然更集中 涛博强开一旦失败 京东立马就能抢回野区 而处理完兵线的京东 也知道你涛博肯定要有人去下的 那就轮到我的回合了 所以这里反手打出泰坦的闪现 甚至还想rush男爵 用线抢到时间 用操作拉扯出空间 最终成为机会 虽然也是被涛博驱赶了 但其他队伍真的很难在这种局面下 还能抓到组织起这种反击的机会 这就是线权的拉扯 所以中期涛博虽然有优势 甚至推了很多塔 但这段时间京东完全把经济咬住了 这样28分钟涛博抢完中线逼大龙团 可以看到两条边线京东一点压力没有 电膜可以很慢悠悠的走来龙坑 虽然京东容错率低 基本被开到就肯定要死人 但我兵线处理好了 所以我的容错和需要分心的地方也少了 京东可以一点一点的慢慢探过去 反而骑的就会是涛博 没有线他们没有办法一直在这里耗着的 耗着就是亏经济 所以蹲一下马上又得回去补线了 你没办法耐心啊 因为兵线压力在的 这波交手可以看到 京东三人逼中 涛博五人防守 京东上野一个在处理上路 一个在处理野区视野 淘宝想开啊 可京东不可能给到你开团的距离 他们真的又在拉扯了 只是京东是围绕着线权的拉扯 团开不起来 主门又得回到下路去补线了 京东上路处理完线 河道处理完视野 我又开始Rush男爵了 真的是用兵线玩淘宝 可以看到男爵处 淘宝是没有视野的 即便威沃的想提皮流 也没有地方踢 这又给了京东撤退的龙错 虽然Kanavi扛龙扛了太伤 被淘宝打出产线 但京东用龙来换了一次Rush男爵的机会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毕竟京东还可以转上吃淘宝的二塔嘛 有限权 你选择就多 在中路没有外塔的情况下 京东却比淘宝有更多的选择权 这就说明双方在运营上就存在差距 但淘宝的阵容毕竟还是主动的 在运营也不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得抓到一个机会来逆转局势 369在侧翼掩护撤退 北维洛的大招留住 淘宝的机会先来了 但没有想到JKLUV开始搞节目效果了 先是闪现撞墙 最后目送369面朝淘宝 一批离去 这波奇妙逃亡再次让京东 抢到了一个率先动龙的机会 这就是线的重要 没线就不好做视野 没有好的视野信息 那踢比的效果就很差 这里可以看到 Night根本没有合适的地方去给他踢 而且KLUV更是回家补篮的时间都没有 京东的进攻回合拥有比淘宝更多的时间 所以就能有更多的事情 要知道这已经是Rush龙非常慢的版本了 但京东还是拥有了接近10秒的Rush时间 而压高也很精准的抓到了 JKLUV闪现撞墙这个契机 直接秒掉 这里JKLUV基本是没有剩什么操作空间了 淘宝选择接这波团就说明 他们的脑子被京东拉扯晕了 但不接其实也不行 因为丢了龙往后拖再继续被这样拉扯 让淘宝的经济会先崩 最终随着missing一波闪现变阳 京东完成了团灭淘宝 听牌小龙加男爵的三重收益 献拳献拳还是他妈的献拳 这就是京东即便阵容不好开团 但中期依旧能够找到进攻机会的关键 大家可以发现 京东根本没有打算拿男爵去抱团推进的意思 他们只做131分推 因为他们能够自己感受到 我就得靠军线的拉扯 才能够有更好的正面团的环境 虽然TOPO抓死了编带的369 但相应的正面双C的推进 我也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京东成功的把塔树追平 同时经济反超 比赛到了这个阶段 其实强开和控制本身的意义就没那么大了 因为京东只需要盯着你的双C的位置 只要你C位跟不上 那么即便你开到人 露露也大概率能够救下来 这个版本为什么应付没那么好赢 就是因为在大家的血量都高的版本 你后期想依靠工具人的输出 快速减员是非常难的 京东只需要用兵线把你C位拉扯去接线 就能够很舒服的抢视野 可以注意到34分钟龙魂团刷新前 369一个人再带上路线 其他4个人继续抱团 而涛博这里则需要5人集结 此刻虽然京东只领先3000 但双方装备已经开始出现代差了 辅助领先一个干锅 上单虽然持平 但等级领先两级 中单虽然Night是豪华4件 但JK拉扶是3件半 双C的整体战斗力 反而京东超战上风 打野更不用说了 到这里 涛博已经不是那种想开团你就能开的情况了 他们要想赢团 最好的方式一定是先手秒掉一个有干锅的露露 事实上正面团没那么好打了 对京东这个没有前排的阵容 甚至已经能在涛博的篮区作严了 这说明京东已经没有那么虚涛博的墙开了 我可以开始用线权优势转化为视野优势 最后一波369处理完上路线 跟队伍往中线一压 你会发现涛博只能往野区撤 就涛博看似有主动权 那实则没得选 你守这个线你就抢不到野区的位置 你要野区位置你就没有中线 涛博这里处理的非常好 卡着位置大招一开直接顶前面 不是你开我了 而是我逼着你开完 没闪的ADC敢这样去卡位置 属于是一高人胆大 虽然没有逼出猪妹大招 但逼出了维克多的大招也同样关键 京东通过兵线运营拿到了中路高地 你放龙转上路 或者回龙区抢赤野赤龙都可以 但京东的站位还是给了一点机会 高地塔前的爱口 巨魔的柱子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团角度 回程出来的猪妹配合侧面的泰坦 京东下足双人组闪现 还有一点点时间才赚好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是整场少有的绝佳开团点 但杰克拉夫犯病了 他这波发狂一脸 突然就把整局游戏给葬送了 他一个没有进化 没有表的泽力这样冲脸 除非出了明刀四命 不然不可能活 他其实等一下 等泰坦交闪开 他再跟 这波京东后排就很难活下来 但他急了 一个人送了 那绝佳的机会就从涛博手中 变到京东手中了 那京东直接抓住 一波结束掉了比赛 纵观整个BO5 杰克拉夫的状态 远不如他胜绝的发挥 尤其是在关键点的嗅觉上 但整个复盘下来 我觉得京东作为夺冠的一方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整体性和纪律性太突出了 他们在编带线的运营 就是压涛博一筹的 其实我不太想过多的强调 涛博选手的一些失误 仿佛他们不失误就稳夺冠一样 因为京东啊 在中后期总是在做正确的选择 而这些正确的选择 自然会在BO5这种高容错的对抗中 能够等到对手犯病 在顶级的较量 都会看到失误 关键要看整个队伍的一个基本面 京东自己的失误其实也不少的 比如没有等到中单就开男爵 然后带着远古龙buff被团灭 只是京东是团队一起犯病 涛博是选手个人犯病 虽然G-Club的失误确实有点离谱 但对于京东来说 做好自己已经足以 让他们两次击败涛博了 那就是纯纯的实力更强 京东在和涛博的两个BO5里 从运营层面来说 京东就是占据明显上空的一方 其实最让我感慨的还是牙膏和Mising Mising这个BO5 其实承担的压力不比牙膏小 因为卡纳比作为野核 他花在野区发育的时间 是肯定比天要多的 那视野压力就会来到Mising身上 但Mising不但顶住了 还做得非常好 他和牙膏就像金贡之鱼 放不辣子一样 在夏季在常规赛的阵容票选里 我作为评委当时最纠结的两票 就是牙膏和Mising 因为是评选常规赛嘛 那京东的成绩虽然出色 但从数据层面 牙膏和Mising比起他的竞争者 并不占优势 一阵辅助Mising和明比 数据相差不多 而牙膏和Rookie比更是输得很多 当时我心里其实是犹豫了很久 但我最终还是把一阵辅助和三阵中单的票 给到了京东的中府 这其实就是我个人的偏好吧 因为我真的觉得 很多选手的作用和发挥 真不能只用数据来看 每个队伍不可能全是明星 总有人得做一些脏活累活 在不起眼的地方拖起整个队伍 所以 之前很多观众说到京东 都会在说Kanavi 在说369 红米 但最关键的第五局 在369 冲兵 Kanavi被BP勘劳 和Hope 牙膏Mising 他们一样能够扛起大旗 他们一样能够证明 我们也可以回馈你的期望 所以一号种子 京东当之无愧 那对于TOP来说 他们的弱点 其实一直以来都蛮明显 分推的运营处理的不够老辣嘛 春季在打RNG 夏季在打京东 都属于团战我能跟你打打 但一道分推运营就抓虾 那好在TOP的选手 依旧给我们展示了 他们的上线 那当然下线也看到了 其实TOP虽然被金龙双杀 但我对TOP哥还是乐观的 两个2比3嘛 真的可以接受 只是可能从过程上 稍微有点扎粉的撕心了 我觉得二号种子 这么不算坏事 决赛的失利啊 虽然有点难顶 但也并非跨不过去的挫折 还是可以期待 他们在世界赛的发挥的 没办法嘛 天赋和纪律性 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抉择的 只能说期待这只韬伯 在世界赛的发挥吧 那下期我再跟大家聊聊 RNG和EDG 说说三四号种子 分析分析 他们在猫豹赛 遇到了什么问题 而世界赛的前景又在哪里 那我是袁某人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